要跟各位講 這個叫香 香的客家話只有一種音 用這一種音 但米蘭話有三個音 香山的香 它的香 上香的香 它的香 這叫香 不可以講最香 別再講最香 香就是香 另外一個很香 用三個的香很香 米蘭話有三個音 客家只有一個音 客家沒有三個音 是一個音 那上市 一定要上兩炷香 一炷香 就拜小鬼 小鬼叫一炷香 所以七月十五 普渡的時候 普渡一定要在外面拜 孤狗在裡面 因為小鬼不能讓它 到我們家裡 進到我們家 他就不肯出去了 我們家音樂完 又沾湯 有得吃 又冷氣可以吹 又炒完 他就不肯要出去了 所以不可以讓他進來 一定要在門口外面去拜 所以拜門靠 拜門靠 這一句話 是拜小鬼 就孤魂也鬼 因此七月十五號 中元節 一定要拜祖宗 如果你不拜祖宗 你的祖宗 就變成到處去 起食了 掌揍家人 因為他們沒有吃到 子生都在拜 春天千明節 夏天冬午節 秋天中元節 冬天冬日 以及除夕的晚戰 跟春節的早生 其他春夏秋都一定在中午 春明節 冬午節 中英節 中日 那總共六次 這六次稱為家祭